早晨 早晨各位 大家好 又是我和Perry 今天來到星期一股市超部署 跟大家報一下恆子 恆子正在2萬4397點 正在升206點 比起今早的升幅好像收窄了一點 大股成交785億 雖然今早Perry都在幫我們忙 來到股市超部署都有Perry 很開心 簡單說一下市場 我們上個星期五 同一天是不是星期五 不是星期二 市場是否差不多了 差不多跌了 今天早上升二百八十幾點 剛才最高就是嘔吐的時候 我跟Perry在外面說好像差不多了 Perry說差不多了 因為看完節目差不多了 就感覺到應該差不多了 通常這個星期的嘉賓都會說 可能二萬四千不是一個比較大的阻力 你自己也是在看這個位置 剛才也是 剛剛是頂著股市二萬四千 不是奇之雞 那些位置又差不多又要回頭 一天升不穿一天都在探位置 始終這個月來說大戶就明顯是淡倉主導 不知道他會不會壓到結算 你慎不放他做這個動作 其實有時候如果真的壓到結算 不斷狂落 反而可能十月頭已經走得好一點 如果不是他這樣放著高位結 就是放著來結 不要說高位 那這些位置 反而你怕十月頭都還會對一下 就是沒見底 因為我自己看之前的前底 二萬三千七左右的位置 三千多的位置都是穿東西 有大機會 就是九月份的低位 看之前的前底 二萬三千一 這些位置會不會到 大家都要小心一點 雖然可能是熊仔的天堂 熊仔天下 大家要小心住馬 緊守風險承受能力 說起今天為何升市 其實某城堂上 有些地產股也幫忙拖一拖 因為上星期五 傳到一些地產商開會 說中央究竟會不會介入本地地產 聲稱沒有跟中央會面 沒有這樣的事 但是我們覺得 風原來空空就必有因 無緣無故突然爆出一段新聞 你又怎樣看 可能本地地產商 今天也好像有回升的跡象 例如十六 你又怎樣看 純粹有反彈 但是不味道真的行大升幅 那一陣 劇之前都很急 因為內房的相關消息 拉動了本港地產 也有很多 都有一些壞消息 你現在看到了 那一支滅細菌 明顯 我們看一支 這支 我已經知道了 你已經知道了 對 你已經教了我看什麼叫滅細菌 不如再說一次 是怎樣看的 幫一下觀眾 通常這個滅細菌是容易用的 大成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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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跌的 大成膠 大陰軸 大陰軸 要配合的 不大成膠 這些就叫做滅細菌 那麼多數滅細菌 這麼急下去 通常要抽穿頂 才會開始有轉世的感覺 如果一天不抽穿頂 都是壓下去 意思是滅細菌 那天的頂 是的 那個頂計的 中間這些位置 純粹只能拼反彈 所以昨天看到 彈起來之後 為什麼會散下去呢 因為始終 在這個位置之中 都是一些 淡瘡 是佔上風的 即是壓下去的 你變成了 你只可以短時間拼反彈 但不能當它是轉世 而且始終這麼急 始終打底 不是一兩天的時間 即是一兩個星期 可能都是假輪 所以這些 如果你拼反這些 就是風險大一點 短時間 如果你沒有貨的話 就是純粹拼反彈 對 就是要再走得快 因為穿起來 就要急急走 就是沒有說 打底很美形態 好像我們之前說的 101那些 是的 沒有辦法 真的要再說 上個星期 不知道有沒有留意 我們星期二 跟Perry做節目 就說 好像近期的糞便 暴滿地 我們炒些什麼 因為醫藥股 大家好像都不太看好 暫時上來的時候 他說是101,一看圖是帥哥 其實也有的 暫時天線得得B 暫時是,現在才11點多 也有朋友問,101回帳沒有貨 是否有機會入帳 那倒是,如果你回帳的話 相對有一個雙機 但當然你可以讓他有心機 讓他回多一些 再檢查之前的雙體的頸線位 考驗一下Vivian在華華島的頸線 這個位置? 上一點 前頂 對,雙底頸線 考驗一下你的 哇,雙底頸線 看圖小王子,救命 是哪個位置? 79、68這些位置 這個位置 飛上位跟在華島 要靠著Perry看圖小王子 不是吧,圖廟哥 圖廟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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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置更加完美 但你神房去世 都是上一去 之前也是 出了天線 是否一定是玩完呢 前幾天 我們做節目那天 就是出了天線 只有B 你要配合成交量來看 如果成交量大 相對 指標性比較強 就不要跟 如果成交量 不是很配合 也是弱的 其實那個勢上的 也沒問題 對,那天線 D.A.B.的時候 成交量也不算是特別多 對,這些就是我們傳統的價量分析 很多朋友說 有時投票騙人的 但你純粹看一陰陽燭 有時真的會騙到你 但如果你加上成交量來配合 相對的勝算和命進度會高很多 嗯,但如果真的等它回到之前的位置 68位、69位 其實可以看多少呢 那一定是要 其實你如果回到這些位置 你就再破看前頂 即是你去那些位置去做 是 即是你回到的話 但細節上去 我覺得暫時的目標 如果你有課 即是很有位根 上個星期 留意到我們做節目的 當然一定要留意 對,那就是公平大家 也已經公平大家 順勢而為 就是要做出順勢而為 可以看看 它不穿上去前頂勢的 即是可以順勢繼續坐上去 嗯,不知道有沒有朋友 也有跟到一百零日 今早有些朋友 也有問到 是嗎 對,等吃糊 我就是問你哪個位置可以吃糊 是啊 那你看看自己的策略 你以為短線的 即是有短線的 其實有任何時間 你都可以吃的 或者你吃一點 有任何時間都可以吃的 如果你上個星期真的有了 你吃一點都可以 一路可以減輕你的心理負擔 就算它中間怎樣震蕩 也會阻礙你 但如果你的策略是坐牆的 即是我是吃整個浪的 是一個小的 那暫時的小的 暫時的小就還未完 只能說還未完 你可以看看 會不會 分斷食糊 如果大家擔心的話 當然這些朋友 可能相信是否短打 策略那邊也相對短打 這些朋友不知道會不會詳情一點 某些的其實都有部分的 有不同的 所以你自己看自己的風格 有些人喜歡做很短的 一站可能十個巴仙 可能已經幾個巴仙 又可以做食物的 即是做指棧 是的 那些動作 如果你是說我不是的 我坐牆的 坐整個浪的 好像做下午石頭 二、三千點才有感覺 這樣的玩法就不同 中間那一、二、八點 又沒有理會 這樣也不用看 這樣夾夾那些 你沒有來怕 對 那自己留意著 自己是想做短期一點 還是長期一點的部署 Perry自己會是哪個類型 Wine or both Wine or both Wine or both 好型 Wine or both 好像學到東西 立即發題 Wine or both Wine or both 真的要看看自己不同的倉位 究竟是做短還是長 其實我們炒東西都是 很多時候都是長短倉操作 什麼叫長短倉操作 即是長短倉操作 有些是放在那裡 是真的負整個浪 或者是將來的東西 即是有質素還未走 那些是長短倉操作 短倉就是 好像剛才說 是負即使的 可能分分鐘是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或者是一天 即是看它破壞 對 就做這樣的玩法 所以一來 其實你滿足到自己的心 因為如果全部都是長短倉 或者你的行程很少 那幾隻 你經常看著 對呀 其實心裡也睡得不安心 你經常看著 你見到旁邊那隻 你又不走 對呀 為何我不選擇旁邊那隻 你心裡很不平衡 很灰不准看 變成你可能要分散一點 或者有些註碼是做短線的 短線一來可以補足到利潤 長短那些 你就放在那邊 你的策略是長短的 你就可以等到它走 或者整個趨勢結束 你才去搞它 對呀 即是要令到自己好過一點 不要心裡那麼不舒服 我自己的經驗就是這樣 不過真的要控制駐馬 對呀 一定一條 一定完全要控制自己駐馬 不要跟別人這樣 對呀 自己會舒服很多 還有聽完分析之後 當然自己也要 自己也要分析一次 對呀 自己過類一下 對呀 譬如我們說的那些辦法 未必是你特別忠情或者喜歡 對呀 還有像小珍一樣 抄底它 看看那些人進不去 對呀 對呀 抄底Perry 下次這條人有什麼 原來就有一個例子 有不同的嘉賓 Perry在上面 當然 觀眾也有位置 自己會消化一下分析 對呀 對呀 最重要就是舒服一點 太舒服了 對呀 有經驗分享 希望幫到大家 長短創作是一個挺好的 對呀 Perry已經的年資很久了 對呀 對呀 很久了 老師 對呀 都要給我們一些秘笈 秘笈 秘笈 對呀 因為會令自己舒服 心理平衡店 有時候也是 你坐了一隻 人家升了隔離 升了隔離 你不升自己 又好像是甚麼 那種心理狀態 還有好像經常聽 就是賣仔蜜摸頭 放了就不要再看了 這個心理狀態更加是 有時候沽了 有時候 有時候沽了 有時候沽了 可能沽不准 對呀 不知道哪些位置吃糊 每個人吃糊的位置都不同 對呀 有時候沽了就不要管 那一刻決定的話 吃了就不要再看著 對呀 怕人家會扔心口 哎呀 總之等多一兩元 對呀 最糟糕的延伸是甚麼呢 當你的心不奮起 不奮起 不奮起 你又再買 對呀 再買一口 買一口 那一刻就是到頂 就看錯了 那一夾就到頂 一夾你 你不肯指 就被他夾住你 在那邊坐去 對呀 這是心理狀態的問題 所以多數都是 你寧願走了 你找其他商機 好過 當然是怎樣找其他商機 對呀 現在看著UpTV這個節目 對呀 超部署 買廣告一流 Perry 何時學會這麼聰明的說話 對呀 對呀 看著這個節目 其實就找到相機了 厲害厲害 多謝Perry哥 但是也要講一講 可能剛剛講到一些本地的地產 因為上個星期五 其實也有很多新聞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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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內地那邊 就說不可以禁止 比特幣 或者一些虛擬貨幣交易的炒作 嗯 因為呢 就說有一個新聞 就是火幣的全球站 暫停了新用戶去註冊 那些比特幣 好像是先低後高走 那樣 但是我們香港 因為香港未必可以直接買到這些 買一些可能幣相關的股票 那你有沒有看開 其實暫時是否要避一避 一些比特幣的概念 其實是的 因為我說了 其實我也有自己的頻道 是 說了 你比特幣的位置上到五萬 有些頂背池的狀態 就是乘借比特幣 那你那個走勢 其實是大機會會回的 你看到頂背池之後 就有很深的改變 是 是 短線說 他是存了力很久 在二萬九的位置 橫走很久 現在抽到稅 那些位置 一回頭 你遇到他都會調得深 暫時 我想相關的一些概念 都要避一避 避一避 你看到 剛剛Vivian按了出來 就是想說這個 是火敗 火敗一六一一 暫時的趨勢還未回來 嗯 踩了一轉之後 都會回一回氣 其實他都是由年中開始 都是沉沉的 是的 沒有一個明顯的反彈 或者一個趨勢是上升的 但他之前是炒了很厲害的 是的 炒了上二十多元 是的 之前都是有二元這些位置 炒了上三十元 是 但是暫時都是要避一避 是嗎 尤其是中央那邊 也有些出手的活動 動作 有時候炒股票 剛才走完大趨勢 就是比特幣 還是休息回氣階段 你不能搞 這個不是就是你之前說的 上升軌 就是回調的位置 對 這些就是出軌 出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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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顯是出軌 沒有露燭的 對 變壞了 真的變壞了 是 你看到上升軌 就是這樣 好像175 你看到175 早上就說了175 175 對 那些就是出軌 低位延伸上升軌 你試試畫一下 是 你這樣考我 我現在不是考試嗎 是習慣的 來 很快就打電話給我 怎樣畫 低位那段 這樣畫上去 有些朋友經常問畫圖 好不好連上下影線 就是那條 這一條 其實應該計算 因為那個位置都是成交 哦 通常人們會以為是這個 實體 對 人們喜歡畫實體 是 但我自己的經驗就是 計算一下下影線 因為那個口是成交 我成交才有那條線出來 所以我計算一下 應該這樣畫 你現在明顯看到就是出軌 哦 哦 是 就是出軌 就是5點 這樣就壞了就沒有搞 是 所以股票也是這樣 尤其升了大段 低位租了不少升幅 那些股票 所以剛才161616那些都是 就是你畫了一破 一出軌 基本上可以沒有交 嗯 走完之後 可能不排除它 這段升勢已經結束了 是 但是其實你也有一些消息出 就是說接下來 預計到25年 都會有一個智能的換電站 有5,000座 但是好像消息一出都沒有反應 是 就是這個問題 去到這些位置 如果出好消息 但是股價開始不下跌 就一定有 所以朋友在為問題1919 那些 韓運呢 是 因為之前就是波羅的海指數的問題 大家都衝敬韓運股 可能還有空 但是今天韓運股就急跌了 是的 說真的 你累積了這麼多低位 不少升幅 那其實它有些可以出軌的感覺 已經想出軌 那都遲遲再出軌 是 因為有些消息面 大家都知道 韓運之後會好 運費加結 那些東西 那些在全市場都知道 就是消化了 消化了 還有有時候預先在股價 就是早半年會到了高位 所以你未估那幾隻韓運股 已經回回堂 那些狗狗到這些位置 已經開始趨勢變了 由之前拉升 很急的升 到現在開始高位環 高位環的節奏已經變了 但是現在 今天已經開始 是大的一支 是的 今天就出了一支開始 滅世棍的感覺 是的 要看看今天收市的成交量 是否配合 是否要滅世棍 那你見到你的 trend 開始有機會向下走 就是你如果再有些好消息出來 但股價都不能上去 所以他就小心一點 已經是變化了 那股價都能上去 是的 他就說3162343都能回得金 是的 316先看 是的 都是這樣 和一個走勢 短期都已經見頂了 大機會 高位出大成交 你見到那支 即使他不要理會 他配股什麼什麼 造成大成交 但如果這樣縮成交破底 他這個就完全是沒有成交的地方 是的 縮成交破底就不英俊 如果縮成交向上就不英俊 這是另一個技術 不過市場上應該沒什麼人會說這件事 因為收費才說 就算了 哇 代替啊 給錢給我們代替啊 當然 開心 開心不怕 這期的紅白 是你這期的 短期 可能是韓運版法 又要再放在一旁 是啊 已經可以先放在一旁 還有看股的版法也是 你這次說過 那些看股是嗎 是看股的 2020 你看看 體育 是體育 是體育 講起體育版法 因為我上個星期就是 好像星期六 就看到Nike 他又出了一個課師的業績 就說有機會今年的增長很少 好像變成單位數 是 接下來的體育用品版法 尤其是Tobot Tobot 你有看嗎 610 Tobot好像都應該 暫時還沒有很大的氣息 可以回到你 尤其是Nike這樣出一出 你的業績都一般 我離身 離身這隻我有的 是 離身這隻我唯一有的 是不是 他又怎樣用了 因為另外那兩隻又不同 那兩隻就 2020 升了很多 那兩隻大隻李靈 你見到這張圖 又是出軌狀態 是 都是連續三支陰燭 對 這些就是模式的變 因為之前沒有試過連續三支 有時他入了 即是李靈 入了成份股之後 他的升勢很強 這些是魔咒 入了之後 還有很明顯是 大機會了做頂的格局 這個情況 這些要小心 升了那麼多 不是未升過 未升過的話 你就相對不用怕 如果這個形態的話 但如果升了那麼多 這樣行法就不漂亮 是 特補的那些 都是走走地 這些很容易 有機會回到最初的起點 嘩 那起點在哪裏 大家都很擔心 對 你覺得這個起點 大家都很擔心 跟著這個股票的萬有引力定律 是嗎 是嗎 是魔咒 魔咒 都會吸回它的起點 但為什麼你會看6110 什麼610 是嗎 好奇萬物 是嗎 這個背後有個故事 有個故事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故事 我們之後就慢慢否釋 好 但真的沒辦法 有些生產的都已經延後了 其實是做了一些 我們說是Nike Eddie 那些 這個也算是最大的代理Nike品牌 在內地那裏 是啊 沒有辦法 Nike收入預測都會降低的時候 會不會受影響 會的 其實我們知道我也是喜歡 追學校概念 其他那幾隻爆了上去 那我無謂追 對 如果要玩 不如炒一下 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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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走的那些就放在那裏 是 話說現在又問你多聰明 我在想你會不會跳的 你看到 因為我剛剛也看到 就看他會不會跳 IG是什麼 我已經不告訴你 Terry有的了 是 你不問我 他刪掉了 話說現在刪掉 是 男文的 是男文的 是不是男文 是 其實你不告訴我 明燈指引我都找 是 真的是男文 有心自然會找到 有心 要很用心才找到 要很用心 對 我們剛才說到一些Bitcoin概念 是 1,2,6,3 1,2,6,3 1,2,6,3 也是在回 10元有貨 有沒有機會回到家鄉 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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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元也算是 其實你跟Momentum 走 你應該一穿就要走 10元才來追 如果是設定價錢 做紫洩 對 因為明顯是上山那段上去 你跟Momentum做的 肯定是 這樣急升之下 其實你那一天的策略 如果是設定價錢 那些楊竹底 嗯 9元你能付到 10元 9元 你再放低一些 前些平台區 那些位置 再穿也要走 9元 那些 現在下毒 我覺得如果太重 太重 太重 一定要減一下 最好是 如果想給一避 都給一避 因為這樣縮成交村 又不是很英俊 距離去10元 其實也有三成 對 也很厲害 所以你要買這些 要追求Momentum 你要聰明一點 即是走得快一點 一不跟隨便 就要走 即是承認自己 看錯了 今次 要回頭快一點 對 你很肯去打指舌的人 才去做這些 不是 其實大家都要學 我都要學一下 你會不會很肯打指舌的人 是嗎 未學到 即是你也有感情流亂 一點 可能給他多一點時間 會上回家鄉的位置 但誰知道 可能真的要看錯 再看錯的時候 距離我指舌 可能有再多5-6% 沒有辦法 隱瞳割了 隱瞳割了 對 如果再看 到2-3% 之後 可能真的太遲 沒有 你看著7-8元 7-8元 最後要防守 如果要收穿的話 1-2個訓練日 你要先給他 即是等他打蛋糕 就真的離開了 對 那個細不得住 即是我不搞那些細不得那些 即是我的風格也是這樣 即是背後的故事 有多亮麗 但現在下來的細不靈 又不靈 水晶晶的 自己留意一下 就是1-2-6-3 看看會不會是蛋糕 這樣就離開了 兩小時半個小時 不夠了 半個小時的誠意 都感覺不到你有誠意 但結局是你找不找到 他沒有說 可能一半個小時 都是找不到 但原來可能找到 我看的樣子都是找不到 真的難 找我 真的難 要在你那些普通朋友 找到找到我 那要請我吃飯 多謝我 你先找到 他剛才問你 3690沽不沽得 3690 是美團 對於阻力位 我都是看淡 如果抽不穿 你說的260元 樓上 小也是比較弱 給多一點 260元 轉不到小 265元 我可以給多一點 阻力位 我仍然都是看淡 如果你沽的話 你要留意 你沽的話 就要什麼 就要放停下 剛才我和小珍都研究過這個問題 我都說 圈頭是容易做一點 意思是 你去做 到那些阻力位 回頭 你才去做 就像今天恆子一樣 剛才碰到24450元 抽上來 你才去做 打了 然後他開始回頭 你才做 你會舒服一點 現在他放上來 這樣你會沽得辛苦一點 但是 那些朋友 擔心一點 進取一點 都可以擺定一些 上面看 10元 都要10元 你捱了10元 這個位置 是尷尬一點 尷尬嗎 其實 順勢做一點 因為我喜歡他出陰燭 或者破了昨天底 你才去追蹤 踩多一句 那就會坐得舒服一點 對 沒有那麼擔心 你現在變成要 不可以說搏的 變成要看上面 就是你預捱 多少指舍位給自己 可能你輸 你一定是放在265元 那些位置 你就給他10元 10多元 但你向下看 你也可以看 你也是看 Retest前提 2、2、3 2、3這些位置 即是說有二十多三十元 你Retest and Reward Vaisal 一比二都還可以 即是叫做Retestable 但是 我自己的手法 就是我寧願 因為要等轉細線 等 通常打穿這位置 支持位 或者坐力位 才會回頭 然後我追蹤會漂亮很多 即是有些穿二晚 即是以前的穿二晚四 要薄反彈 就是因為他一穿 一穿上來的整掃大位 你才跟進 你會容易升得高很多 是 而且在整掃關口 大家會坐得安樂一點 是的 但很多朋友不等 那也是 心急 是的 心急 你進取的就是要預 還有一道位 你真的要執行你的策略 是的 那時候只剩下九十多點 一同理 是的 剛才二百八十幾 我們在房間外面的時候 是的 就是低於一百 他找到了 因為我而找到了 可能是 總之不教你這個方法 雖然我IQ都真的沒有什麼 我給你看 我就沒有什麼 你要更加更多 大家要看著你的IG 是 我沒有股票 是 你IQ都不講股票 是 講IG 突然是這樣 有個朋友問一隻五九六 是 問一隻浪潮國際 他四個二有貨 那你贏著 很漂亮 他應該在想 成不成好呢 他今天也創了一個月高 是啊 四個二的位置很漂亮 就是剛剛在檢查阻力的位置做 應該是 嗯 有經驗的 是啊 我神房現在的股票很喜歡打雙訂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這個圖案 你現在看著你的設定位 就是設定位 如果你抽不穿五個月 之前五個月 你看到有些阻力位 是 如果再抽不穿 可能要吃一吃戶 回頭 現在四個八 你看四個七這些位 如果再穿四個七這些位 收穿 對 對 要先吃戶線 或者你拆重貨 你分段可以吃些東西 你放一些 之後再穿上去 哦 這樣也不用拿著這麼多貨 對 我覺得這隻 這隻 圖表上細頭不錯 對 但是三房 因為這陣子多了些 總是打雙頂 對 又回頭 回頭很緊 你下面一定要 推子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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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另外一個技巧 是 你本身在賺的 就要推上去 不回頭就繼續坐 一回頭就要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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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你沒有理由 在贏 再等他上去 對 輸給他 對 輸給他 很高深的一個學問 其實也不是 炒股票 其實也不是很高深學問 但你變成有人性在執行力的問題 對 始終有一些情義結在 對 很想去破 很想去破 對 但不破的時候 又接受不了 又不捨得走 對 有機會的 但之後又不知道要坐多久 對 因為現在的圖圖是有機會再上 但有機會是 一下子回頭就變成雙頂 覆蓋你的圖圖 變成這樣 有機會這樣走 你要慎防有這個可能性 你不能單方面覺得 他一定會升下 炒股票不是這樣 市場不會因為你的位置而改變 對 我覺得很適合 對 對 Terry哥的名義又要再抹小 立即在旁邊寫著 對 太多東西要 突然彈出金句 市場真的對得 剛才有說 現在已經七十點了 還在眉上 大家明白 最近市場都是這樣 我一做完節目就 他力頂了一個小時 力頂了一個小時 再回答一下朋友仔問題 有一隻1999 是敏華控股 他說見底味 他沒有港幣 是沒有課 見底味一看就知道 還可以再插多幾關 圖一看就知道 因為很簡單 洛杉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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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交量都是縮 一路向下走 這些明顯完全沒有見底信號 通常見底你覺得有什麼形態 沒有形態 立即哭了 沒有形態可言 睡樓堂 一對一補習 救命被人罰 睡樓堂 轉人補習 太差我才會失去 不要 加爾特訓就可以了 不是 用Perry2.0 等我 通常打底 都是 忍住笑 太開心了 太歡樂了 怎麼辦 通常都是大成 我很多時候都有成交量配合 用大成交插進去 那些形態 很多時候都是做雙底才見底 有時候你見到底背池 雙底大個RSI 開始有些湧上去 不是感覺 直接見到 直接見到 對 那些才是 真的做底的格局 現在這些很明顯就是下降趨勢 RSI也是貼在 10 這些位置 弱勢 完全弱勢 你想想他還要打雙底背池狀態 才叫做底 這樣就很久了 這些很明顯就是下降趨勢的行法 是 還有9分鐘 今早上是轉 托主 是 紅白天下大家明白的 是 大家自己找位 雖敏說不要攪拌 有很久了 找些打底 101的那些 給大家認解 是 這些明顯是 看到別人怎樣低位做了 這個打底 起碼都有一段 這些真的值得配合 這段來說都不算超級漂亮 因為通常如果是大型轉勢 他在下面 即是低位要集中很久 可能幾個月 那些 越來越好 好像電力股 為什麼炒得這麼厲害 因為他在低位沉淪了很久 儲氣儲氣 不要沉淪 儲氣儲氣很久 儲氣了很久 儲氣了半年 之後爆發力就強了 這一段來說 101 他儲氣了一個多個月 這樣爆發力 可能就未必說會 一定是超級強 一定可以超級強 前頂九五的位置 不能這樣說 要一些時間才行 對 因為時間鏡頭不夠 假設那個位置 真的有實力的購買 去買貨 他未必看到那些位置 才會獲利 可能上一個 八十多元這些位置 對 你也要留意 趨勢是否繼續上 如果上不到 你也要跟著他一起去舔 嗯 是 很多人問你今天 今天可以去到什麼位置 去到什麼位置 誰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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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看那個實驗 但是要等他轉燈 第一個目標是轉燈 是 是 十二點前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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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十分鐘 大家留意著 第一個位置一定是看二萬四 轉燈之後 第一個位置看整數二萬四 下面牛證都頗多 其實今天好像很相似 還有 不過算了 今天旗子轉燈結算 是 是 希望穿二萬四 希望穿二萬四 是 你的粉絲 粉絲紅白天 是 第一個位置 整數大位 但是你說這樣夾上來 短線都是不好 那我們再回答一下問題 有隻1799 新特能源 買得到沒有 這隻 怎麼看 這隻 這隻都 拼了一旁很久 拼了一旁 拼了一旁 對 因為這個細頭好像都不太好 這隻 但這隻算是龍頭的 也算 是的 大概那個 綠色綠電 今天都對了三萬八百 是 不行了 那個細頭還沒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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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始終受制於內地那邊 或者那個能耗雙控政策 就是說一些限電又限產 始終一些 可能我們綠電 或者其他電力產業的股票 都受影響得多些 一路的消息面也有影響 一路就是 你看到一個 國家逃走差完全不行 匯銀堂這些不要搞 這個不是也是出貴的狀態 哇 起了頭 你很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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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為什麼 你突然間 因為市場快要轉單 很開心 不是 這個 這個 回頭 通常老師傅教我 摺陽不摺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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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金句 他正在對我 今天太多金句 對 通常這些貨幣插陰 都不摺陰 你說買不買得 最少要開陽足科佬 你才跟進 暫時 陰足貨幣插陰 你把多點插到哪個位置 是 不閉嘴 可以再低一點 嘩 如果再試一下這些位置 還有 最重要的是什麼 成交量不大 沒有成交量這樣 那麼 更加要小心一點 要小心一點 不是這個時間去做 一定是 兩三指以後 逐足抽穿 今天的陰足頂 你才去做 嗯 但最近能源股 好像也回得多一點 近來什麼股都回 那也是 你又對 除了1801 哈哈 有這樣 269很強 對 對 強一點 269 是不是 強一點 有3.3 對 接著是3.4 有些多 休息一輪 始終這隻也很硬 是 120元 110多這些位置 其他大隻的全都是有反彈 沒有性部 這個會不會是 你說每條 需要很多時間去打底的位置 你說這隻269 嗯 如果看圖房來說 反而在高位置做盤船 嗯 是的 這隻反而要害怕 這個位置做整固 而不是真的打底 是的 這些位置反而要小心 如果向下穿的話 就小心 又是出軌的朋友 如果穿110元 這些位置 是呀 怕他的 因為這樣 橫著的位置 橫著的位置 要小心 謹慎一點 正常來說 如果抄襲子也知道 如果高位這樣落著 他不走 有機會去考慮 他有點詭異 是的 有機會這個位置 就可能已經是 他的頭部 頂部的位置 我不肯定的 如果收到低位 暫時都可以當他是 有機會向上的 你破就是未破 你未破 你未破 還能收到的 都可以當他是先 上去先 所以看著這些位置做 但這些位置 會不會是可以炒一下 範圍 是的 沒錯 通常之前都有炒範圍 Vivian 嘩 突然稱讚我 可以 剛才才說要留堂 是的 有嘴有佛 是的 這位老師 很好的 通常都是走範圍 對 你有範圍 都說了一個節奏 拉上去之後 走另一個節奏 就是高位盤旋 上上落落 這段時間 你確實可以走範圍 低位可以去考慮一下 高位就走 有些朋友也喜歡玩這些節奏 暫時二月六九也是這樣玩 因為好像近來 是的 直到他走另一個趨勢為止 嗯 但就未知這個不確定的趨勢 是的 暫時都是 他主觀說 可能他真的在這裏 製作了之後 就再向上走 不知道 所以 但這個位置就開始負責 是 如果下去破的話 就可能落了深 如果不是的話就什麼 不是的話都還可以 嗯 那二月六九 自己看著位置 如果真的破壞 他的拼號很搞笑 如果真的破壞的話 要自己看著 是的 江古叉雷雲又出來了 我一時又出來了 他是古惑魂血王子 美麗青春動人的VV人 是 大家都知道 這樣 知道有什麼了 這樣 裡面有 前面有 魂血王子還可以的 前面那兩個字 散了 是 太不了解了 是 正直的精人 哈哈 還有一兩分鐘時間 回答一下 多一點問題 2002 陽光子葉 他說他兩元有貨 可以怎麼搞呢 現價一個八號九 那麼有位置跟 這隻 這隻是另外一個故事 因為他之前做了一個佔的位置 過半的位置 過半的位置做過一個佔的位置 暫時有個小 偶像一點 偶像一點 今天 是否還要做一個 最多是兩個二 今天回到一個幾個 六百 因為他比性格過半 不知道你重不重貨 還有你看自己的防守位置 在哪裏 他有沒有說多少 他說他兩元有貨 然後 如果你跟趨勢的話 如果太重的話 你要跟著自己的 10% 10% 你可能要先避免 之後再上去再跟 如果你說太重的話 我怕你的位置頂不住 但是來說 這隻東西 我自己看最重要的防守位 就是過半個六個位置 他也是過半個六個位置 炒上來的 過半個六個 如果一天搜到這位置不穿 你看到一幅圖 你看到放大一幅圖 你看到 對 最大的成交位置 這個位置 那個位置 就是過半個六個位置 就是過半個位置 可能發覺 屎回 他不避免 都是偶豆一點 偶豆一點 看過難的策略 如果是 純粹跟MOMENTUM上 不避免 你就避免 是 但是你可以放進 骨骰名單 是 三房他有個喜恨 是 就是這樣 留意著 是Yeah Baby 是啊 我們回答一條問題 2380 中國電力 他說 4.22 吃了 什麼位置還可以回 呢 吃了 首先恭喜你 恭喜你 最近的電力 大家都怕他會 會 對 始終炒了 一大部分上去 這裡 你吃了 不要這麼快 你最少 大家看到 這些偏離了 是不是 我點這些位置 三個四 三個半 是呀 那些位置就相機大一點 直播高一點 但是其實 始終低位都升了不少 我想這些位置 你找過其他 還沒動過 你如果這些 始終那兩棍都高位大成交 是 有個位置 是呀 如果一穿回頭 怕他那個勢 有可能 還有 你講過很聰明的資金 炒了一轉之後 他都會去炒其他 是呀 他就已經找了其他 找了其他 你現在 你既然吃了 不如再補足其他 對 就跟著其他資金 去炒一下 是呀 這樣更好 反而這些 你再抓的話 你又要花一些 要時間等 如果你現在才去的話 假設再升多一點 回回來 你走不走 你又不捨得走 我怕你 可能是呀 有這樣的機會 你維持住 你又變了被動 所以等他討論 是呀 自己留意著 2380 方拉 五市 休市了 暫時還在微升 暴復恆指 24259點 暴復67點 暫時還未可以轉燈 不過都要看著下午的市 今天麻煩Perry 跟我們上來 股市處部署 都幫我們解答了 不同版塊的問題 有些什麼問題 我們待會也有不同 主持 跟我們追蹤 記得按讚我們的影片 那我遲點見 拜拜